接下来进入见字如灭环节 在你看谁来了的节目设置中 大来宾决定与任意一扇门 背后的嘉宾见面时 栏目组将允许大来宾 向其选择的嘉宾 提出五个有效问题 而这位嘉宾 此时只能以文字 或者特效声音来回答 随后大来宾则需通过答案 来判断房间内嘉宾身份 若判断正确则请出嘉宾 并进入下一环节 若判断失误 大来宾将接受惩罚 来吧 您想先见哪一位 哪一个房间的 二线一号也行 小时候坐在我大腿上站大了 是吧 最后输出回来就吃哥们了 一号您可以提问题 五个问题 前四个问题 它会文字回答你 最后一个问题 会语音回答你 语音就好办了 对呀 男的女的 你跟性别动 你不会是个动物吧 我们家小友可能不会来 因为走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了 那不一定要 真的吗 他们坐飞机来了吗 好 第二个问题 我想问一问 你知道我在大学当中的这个 外号吗 外号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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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能说一下是啥吗 第三个问题 我配音 配了好多的角色 然后有一个角色 然后因为她得了奖 你知道是哪个角色吗 知道啊 邓沫 邓沫 秀兰邓沫 一点范围都没有吗 你有没有想过王宁会来 不会 怎么就不会呢 因为她知道我今天来参加节目 然后她出差了 咱俩出过一个屋吗 对啊 有可能是我同学呢 没准我觉得今天应该有一个我同学来 住一个宿舍 好 还有最后一个 刚才照片上有你吗 好 这是最聪明的一个问题 没有 没有 这声音还变了 变了腔调了 没有 还做了做了效果了 那是不是纳森呢 我没事 我试一下 我知道你们什么路的 来 错就错了 第一号先出一个人 谁 我看看是谁 我就知道下一个你们就找的谁了 你估计是谁 纳森是吧 好 来 一号房间 大概齐就这个吧 是不是纳森呢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打开 一号房门 没人 你看 谁来了 达 答错了 答错了 别开 我都怪你了 都怪你了 走坏了 什么地方 走坏了 什么地方 你怎么也不说一句啊 你别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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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来的大风车 他们一路默契搭档 携手并进 为小朋友们带来过 许多的欢声笑语 今天董浩叔叔前来助阵 将爆料哪些台前幕后的故事呢 这是我的这个电视生涯的 这个四十多年当中 唯一的一次就跟做贼似的 来了以后就 下回我也藏起来 来了以后就会塞在小屋里头 不许动 不许动 我们俩就是像亲人一样 这是一生的一个关系 对呀 太太长大长大 熟悉得不得了 那时候我老大太家去玩 你怎么被挑到去配音的呀 我们那时候是银河的小朋友 然后老师就带着我们去配音 然后那时候董浩叔叔已经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播音员了 播音员他配了很多的音 然后呢我那时候 他当时我们话筒只有一支 像现在风轨录音 腿上坐着配完了 这时候就跑了 然后没想到就成为同事了 对呀 那你当时跟这个王林谈恋爱的时候 董浩叔知道吗 这事我可做了巨大贡献的话 当时我要一句话 他们俩就分了 天哪 那啥呢 真的假的 因为我呀 是我们的家长 结果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忙着呢 突然陈大使 董浩浩陈大使有人等 我一看他 我说怎么了 他慌张的旁边站着一个 王林没来吧 特别羞涩的小孩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出差了 然后咱也很羞涩的一个大个子 然后他说我 我把他当成男孩子 就这几个 哥们搞对象了 我说搞对象 夸张了 那边一米八几大个子 我说你过来 我说你叫什么 王宁 绕着衣服脚 王宁真的是特别羞涩 我说你们家干嘛的 你妈妈干嘛的 爸爸干嘛的 兄弟几个 后来说一半 我看太尴尬了 就整个就出汗了 真出汗了 后来把他叫上 我说你呀 这不错 抄着了 赶快跟进 抄着了 看准了 当初要是 董浩叔叔说 这人不行啊 我可看明白了 这不行 您会听他的吗 因为我那时候呢 叫有个在业内的小外号 叫小老艺人 就是很小的时候 进在这个圈里 跟大家一起 很多这个叔叔阿姨 大咖呀 一起来配音 所以就混迹在他们当中 然后大了一点 大的时候 大家都特别关心我 所以呢 不管是这个升学呀 谈恋爱呀什么的 把他领过来以后 大家的认可 对我来讲 还是一个 很重要 很多人如果说不行 说这小伙儿 你不行啊 就像家长一样 就制止我了 但是他呀 都表示在那里 他在我们这圈里啊 口碑特别好 他是有豪情 有狭义的 他就为了王宁啊 能调到北京台 不是调到中央台 电视台 那个小孩 那个多小啊 主动申请到革命老区 好像金寨还是陆安 陆安 陆安 金寨 金寨也去了 金寨见陆安 到那去支教 支教 一支教一年多啊 大学生支教 人就到地方去锻炼 去锻炼 但是台里就说 反正你又可以提一个要求 他说就把我的爱人调进来 天哪 那也就是说王宁留在北京 其实要感谢你啊 你看大家的鼓掌 其实也不了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人生的一些经历 这个纯燕真的是 让我另眼相看啊 那你就为了这段爱情 其实做了很多努力 付出很多 当时如果他来不了中央台 那你们就这么两地啊 其实也有想过 如果他还在青岛电视台播音的话 可能如果要做牺牲的话 我可能就去青岛电视台 做一名少女节目主持人